防彈少年團成員V、普寶劍和Blackpink成員Lisa 三人近日受品牌邀請前往巴黎欣賞春夏男裝秀 V卻在反韓時因態度問題引發熱烈討論 據韓國媒體報導 結束巴黎行程的V 在28日通過金浦航空中心回到韓國 原定於上午8點55分抵達 由於航班延誤直到12點20分左右才出現 在機場外有不少粉絲與記者等著他露面 不過V現身卻沒有特別打招呼 而是直接快步走上車 由於率先現身的Lisa和普寶劍態度親切 近代外面有大批媒體與粉絲守候馬上比出愛心 甚至90度鞠躬表達謝意 不過V現身11秒往綁武車方向走 讓現場等待的粉絲感到很受傷 也意外惹得還沒不滿 批評他的態度差 還有報導標題直接寫下防彈少年團V 在從清晨守候的粉絲面前秀 和普寶劍莉莎差很多 對於輿論批評一事 隨後V也在粉絲社群平台中道歉 發文表示 記者們Army們對不起我馬上就坐上車 等了很久了吧我帶來了禮物 針對V的道歉仍有人不買單 但有粉絲出面維護偶像權益 認為偶像不想被拍難道有錯嗎 只能說偶像真是難為 情緒勒索這部分真的是先不要啊